在西兰呢 如果你家房子的灯之前是长方形的 现在要换成圆形的 然后那个洞是怎么处理的 接下来就看一下操作 在建筑行业当中呢 这种坑的洞呢 基本上特别常见 我们经常补的方法 就是结相同木板的一个长度 然后固定在这个顶缺口处 使其更好的能让极高板固定在上面 以前呢是那种老式的灯 现在要换成LED的 所以说这个缺口这个洞 就需要批灰油漆了 这套房子呢 基本上有20多个灯需要补 所以说工作量比较大 方法呢就是把那个木板 伸在这个洞里 然后用螺丝固定在石膏板上 然后量一下只需要的极高板 切割一下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用螺丝再次固定 然后接下来就是挂网 批灰 然后加上油漆 就是这么样一个简单操作 看起来呢是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会了不难 不会那就是相当难了 有的人说呢 像不这样一个洞的话 基本上需要100刀或者200刀 大家是怎么认为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了 个拜